主持人 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早安 那我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期口才训练班 我的学习心得 那首先我要讲我学习的动机是什么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还蛮挣扎的 因为也是透过网路的搜寻 然后知道了后常老师的资讯 我Google了一下 哇 要45分钟 我觉得从家里出发要来这边 45分钟真的是 还蛮远的 还蛮远的 到前一天晚上 后常老师还跟我说 还有从斗六新竹来的呢 你那里哪有较远啊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觉得说怀疑你知道吗 哎 有这么上进的学员吗 斗六也来了 新竹也来了 那我事实上当天晚上还在犹豫 那隔天早上我想说 这个不晓得会不会是骗人 不然来这边看看好了 那时候就觉得还蛮挣扎的 还蛮挣扎的不大想过来 那当天过来了你知道 来了之后看到那么多人 为什么要来参加 因为我觉得我台风不好 然后觉得很想要表现得更好 口才训练办的目的是什么 言之有理 言之有物 言之有序 我一直紧记了这三句话 可是我觉得我在这 这言之有物 言之有理 言之有序上 这个逻辑方面 还有内容的呈现方面 我觉得我都需要再精进再学习 我觉得我太欠缺这一方面的一个能力 所以我希望透过口才训练 来逼我自己成长 这是学习的动机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希望 希望我未来能够站在台上 我能够不再有恐惧 然后任何面对任何的问题 我都可以非常的表现自如的回答 那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我站在台上 能够有舞台的魅力 然后还有第四点 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明年 因为我一直公司是在打品牌 所以我无所不用其其的在各个通路的管道 去推广公司的品牌 我希望未来我是要做巡回演讲的 所以我更希望我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非常开心啊 我真的能够来参加这个课程 最主要是我真的非常喜欢 我们这个22期的这个口才训练班的所有的同学 我觉得每个同学都有每个同学的特色 而且让我觉得那一种close 就是亲和力很好 然后我很愿意来 基本上我每一节课 我一定要求我自己一定要到 那事实上昆成啊 我们的会长也都是完全百分之百出席的 好酒 好酒丁安帝 我们的厚昌老师 永远就是很开心的大校 有没有 让我们觉得说哇 跟着老师学习是非常快乐 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这种笑声带给我们非常大的欢乐 而且我觉得霍昌老师给我们感觉 没有距离 很愿意去分享 刚刚那个会长说 让我们下一次 23期 24期 我们都能够来参与 其实我还蛮 真的蛮期待 23期 我一定报名 谢谢大家 这一盒 我呢 我愿意去 我们下回到